這個胭脂 胭脂 什麼叫什麼 噴片 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拍這個很久都沒有拍的每月最愛 我現在就馬上開始了 首先跟大家介紹了這個月最愛的皮膚 care 第一樣是Clean & Clear的Essentials Deep Cleaning Toner 它是敏感皮膚都可以用的 最近發現我的皮膚算是越來越敏感 之後用完第一支這個的時候我都試過好幾支 Toner 但也不是太適合我的皮膚 所以最後都選擇了用它 有時候你抹的時候都會抹走一些死皮出來 總之抹完會有一點啡啡的 提過幾次應該是Mario Badescu的Drying Lotion 我就不是所有暗瘡都用它 但是如果有些暗瘡真的很大顆很深的那些 真的很難搞的那些我就會用它 那它就未必真的一晚就立即可以搞定那個大的暗瘡 但是它就會真的加快那個暗瘡死的程度 的... 的... 總之減慢它需要的時間 它只是會令到你那一塊皮膚乾 就不會好一點塗暗瘡膏 要整個大範圍這樣塗 有時候有什麼重要的東西 然後我生暗瘡我也一定會用它的 Origins的Eye Doctor 先我沒有覺得它有什麼特別好用 但是我試過去旅遊人的時候 被Nikmar用過Nikmar的時候 都說原來這個其實都挺潤的 對我來說我又不會覺得它太黏 也都沒有生任何油脂粒 小小粒的那些東西 所以我的眼睛都可以用到 Nikmar都可以用到 我覺得它也不錯 好 最後一種Skin Care的產品 就是這個Benefit的 Ultra Radiance Facial Rehydrating Mist 我很喜歡有時候可能夏天熱都會噴一噴 但我最喜歡用它的時候就是 特別是搭飛機的時候 它小小支有不超過100ml 就可以拿在手提行李裡面 你看到這支都差不多用完了 有兩支 接下來就放化妝品 就是這個唇膏 這個唇膏其實也挺有名的 這個唇膏的顏色是叫做Velvet Teddy 那就是Kylie Jenner 人家當時說她是用這支顏色 我知道很多地方都買到斷了 現在終於沒有那麼... 就是過了那個浪嗎? 現在就終於比較多地方可以買 那時候我去美國就上網買了一支 它比我想像中是稠一點的 因為我上網看過很多的相片 我覺得都挺fair 本身是嘴唇的顏色 但是是nude一點 沒有那麼... 就是把它的顏色夠暗一點 其實是每天塗 它有一個顏色的唇膏 那就變了其實真的會有一點點乾 而且如果你有些死皮 就會很容易把它很凸出來 Matte Blot Powder 我之前也提過 而且我覺得這個真的非常之好用 就算香港夏天都可以... 都可以有幾個小時 當然就不可以由早到晚一點都不用補 但相信如果你比較乾性的皮膚 可能真的可以 但我身上可能一天定龍補 一兩次妝就可以了 之前都已經用完那個 那我用的顏色就是Medium Becca Jaclyn Hill Palette 其實Becca的光影粉 是不是光影粉? HIGHLIGHT 閃粉 Sephora 你會看到網站 它是最好買的 很好 它的鏡子是很大塊 它裡面很好 它其實有三個胭脂的顏色 兩個就是Matte 還有一個是橙 我覺得有點像Nars Orgasm的顏色 然後它有兩個光影粉 其中一個叫做Champagne Pop 就是它之前推出 我看到很多人都很喜歡的 那時候我從美國去意大利和Nikmar旅行的時候 是帶了這個Pellette做胭脂 ERMAN DECAY的 All Nighter Makeup Setting Spray 一直這個很多 在Youtube都說 非常好用的 我那時候 不是很新 那時候我Best Friend 就買了一支小版的給我 這個是大版的 我都沒什麼用 我只放在這裡 懶得覺得 又要噴上 好煩 我朋友跟朋友說 你會用ERMAN DECAY的Spray 真的很好用 有個朋友就是Beate 如果你看我的影片 你會知道他是誰 沒有 那我就拿出來用一下 誰知道真的很好 就算我容易出汗和出油 妝真的長久一點 當然不會整晚的妝都不動 或者整天的妝都不動 加上有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把妝化得 可能厚了一點 你噴一噴 它又會幫你的妝 好像 看手去薄一點 這個叫什麼 哎呀 死了已經擦掉了 這個是Colour Pop 應該叫Satin Lip 這個就是Close Encounter 還有GENIM 出的那個 我都買了整支的 其實 它是一個比較橙 鮮橙色的 今天沒有茶 塗了這個唇膏的照片 我覺得真的很適合下天茶 主要是它真的非常持久 就是這個TUFACE的 巧克力BAR Palette 其實這個Palette 我真的看了很久很久很久 選不到這個 做Semi-Sweet 是不是Semi-Sweet 其實它是有朱古力味 未必每個人都喜歡 但我就 不是很介意它的朱古力味 因為我本身都蠻喜歡吃朱古力的 比較多MAT色的 它有1 2 3 4 5 6個MAT的顏色 是不是7呢 其實可能7個 有時候如果 外面的位置 是用MAT的顏色 才會比較漂亮 我本身覺得 我Real Techniques 我的搖子也有點髒 大家都說是非常好用的 我就用開Shiseido的 扁平頭 那個掃掃的 我記得有時候 是我Best Friend text我 Real Techniques 那個很好用 那我昨天在Ulta 終於 下定決心要買它 但它真的 真的 挺好用 再加上 Real Techniques 這個便宜 Beauty Blender 也有一部分 因為始終 你不時要換一換 因為它裡面會很髒 把我化妝的時間 減斷了一大部分 底妝也是用這個 然後 塗遮瑕膏也是用這個 滾開 再加上這個尖尖 這個平 這個軟 所以是很好用的 我也買了一個給Nikmah 因為Nikmah很喜歡用這個 海綿來化妝的 但它還沒試 我遲些 他試了 我叫他講個review 給大家聽 最後兩種favorites 先說到我指甲的顏色 其實之前也看過 我這麼多 Depangela的顏色 這個是 Top10 我想可能Top5 或Top10 因為暑假 我始終喜歡塗一些 比較淺色 和鮮色的顏色 一些燈光下體 它是紅色 一些燈光下體 它是橙色 它叫Girly Romance 我覺得很漂亮 最後一件要feature favorites 就是一支香水 因為我很喜歡香水 有點太貴 這個香水 這個叫Jo Malone的 Peony & Blush Suede 香水 這個是小支版 因為我有大支 Sea Salt & Sage 我上網搜尋 所以說這支和那支很配 其實我也很喜歡牡丹 那我就選了一支小 因為那支我用了一年幾天 還有很多 因為香水 其實也不能放太久 很花的 花都來了 又不是花光 你們可以去Jo Malone問一下 這個也是很多人喜歡的味道 真的給我之前那些花味的香水 成熟一點 很棒 很漂亮 好了 那就分享了我這個六月的最愛 希望大家喜歡 因為我真的 我記得我最上次那個最愛片 應該是十月或十一月 或者九月的最愛片 那都有一段時間沒有拍 應該也會拍更多一點的 因為現在你看到你會計 我已經回到香港了 如果你喜歡這個video 記得按一下thumbs up 好了 下次見 拜拜